有一个人比你开心 他把我的妈演 9月10日晚烧饼曹贺阳杭州专场圆满结束 在返场时 秦潇贤突然跑上舞台 往观众席上泼水 让现场的气氛直接达到了顶峰 秦潇贤泼完水也是高兴的直接跳了起来 在演出结束后 四哥还表示 有一个人比你还开心 而烧饼则表示 他跑我这仨也来了 由于秦潇贤跑得太快 就连现场的观众都没有反应过来 都以为烧饼这次居然叫了帮手泼水 随后烧饼也解释到 因为秦潇贤没有报备 所以不能长时间站在台上 不得不说 德云社的师兄弟们关系是真的好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师兄们太爱老秦了 炳哥才泼两瓶水 秦潇贤直接泼四瓶 四哥还在台上帮忙打手势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期待老秦早日能够举办属于自己的专场 看到秦潇贤如今有这么高的人气 怕是距离开专场也不会太远了 也有网友表示 秦潇贤可能还需要沉淀两年 因为想要开自己的专场 必须拥有足够的舞台经验 至少也需要给师哥们 当几次专场的助演嘉宾 有属于自己的包袱 拿得出手的相声作品 所以还需要沉淀两年 打磨出属于自己的相声包袱作品 近两年 秦潇贤的人气在稳步提升 但相声实力这块真的不太清楚 毕竟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老秦说相声了 不知道老秦有没有偷偷练习 然后惊艳所有人 不少网友都希望秦潇贤有机会 多回小剧场说说相声 也有不少网友期待斗笑舍第三季的录制 届时秦潇贤一定会参加 也能够在节目上听到老秦的相声了 如今已经是9月份了 相信斗笑舍第三季也不会太远了 希望老秦在斗笑舍中相声 能够有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